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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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这个孟买贝利维世界文化遗产的叫做维多利亚车站 当然现在它已经改变成印度人的名字 不过这个名字真的很长 我真的始终都是记不起来 不过因为它是在英国维多利亚羽王时期所新建 那在当时新建 孟买很多看到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市建筑 然后每天呢 尖峰时间过了之后 当地人其实就会利用我们讲说这个铁路 还有包括这样的火车 从郊区把便当送到市中心 在中午的时候准时送到定部的手中 所以在中午来到维多利亚车站 你会发现真的很精彩 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便当都在这个地方集中 近一点的它可能就不行用板车来发送 远一点它可能骑脚踏车 骑机车 那务必叫做使命必打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除了看世界文化遗产 叫做维多利亚车站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人在这个车站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产业 或是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这其实是世界遗产最有趣的部分 其实像老师提到这个部分 我就很好奇 我在书中有看到那一个图片 那个图片就是满满的便当盒 为什么他们上班不带便当 因为孟买人口非常多 他人口数比台湾总人口还要多 2500万人 所以人非常多 再加上捡运系统上下班尖峰时间 非常的拥挤 所以带便当非常麻烦 那各位里面其实看到那张照片 他提的便当都是大的圆筒状的 很多人说印度人吃便当 食量那么大 吃便当那么多 其实不是 因为印度人通常吃咖喱 他们的咖喱 跟我们咖喱的概念不一样 咖喱其实不同的食材 会配不同的香料 比例调配而成 他们统称叫做咖喱 咖喱其实综合香料 所以在里面你看 猪肉它有特别的咖喱 蔬菜有特别的咖喱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 哇这个浇在放上面把它弄混 因为他觉得不同的食材 配不同的咖喱 所以便当当然里面打开 别有玄机 他就是一层一层的 那要吃的时候 把里面的层层叠叠的拿出来 里面一层装米饭 一层装薄饼 甚至有不同的食材 搭配不同的咖喱 所以上班的时间各位知道 人多涌集 这么大一个 然后又汤汤水水 万一打翻了 其实真的很不方便 尤其孟买这个地方 每年到了夏季的时候 面临印度洋上来的这个景气 要自己带便当 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所以就产生了非常特殊 全印度只有在孟买有的 送便当的特殊行李 对 而且这个便当快递人员 还被称为和饭人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们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很多他们的教育程度 并没有那么高 他们会透过一些记号 或者是颜色来做分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 很特别的 而且不会弄错 没错 所以像我们现在 不管你服Panda 或UberEat 大家下载App 或者是用这个条码来管理 有时候还难免忙中出错 可是你发现西方 像这个英国的 某一个大学的物流管理系 也把这个当做教材 他们很好奇的是 这么多文盲 就是不适智的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使命必达 达成这样的一个 配送的一个过程 原来便当盒上面 都有不同的玄机 因为上面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符号 虽然他们不是指 只要看这个符号 就可以知道便当中午是送到哪里去 所以老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看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还有他们的生活日常 那刚刚讲到的这个饮食文化的部分 我就想要来请教老师了 在书中你有写到一个土耳其咖啡 不懂门道就如同吃土的咖啡 为什么是说吃土的咖啡 因为一般我们喝咖啡通常都是要滤过的 咖啡豆咖啡渣其实不喜欢喝 可是在土耳其 当你点一杯土耳其咖啡端上来的时候 各位先不要急着喝 因为它其实是连咖啡粉一起下去煮 煮的时候当然端上来它会沉淀 如果你没有让它沉淀 喝下去真的满嘴的咖啡渣 当然很多人喝过土耳其咖啡 也觉得不好喝 而事实上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咖啡文化 我们到咖啡原产地 最早被发现据说是在伊索比亚冬飞 据说也是牧羊人在放牧的时候 发现羊吃的这个咖啡豆 它变得非常的亢奋 所以无意当中发现了咖啡 是可以拿来做饮料的 后来经由伊索比亚传到中东 也就是今天阿拉伯半岛这个地方 后来在17世纪的时候 因为俄图曼土耳其帝国跟奥匈帝国打仗 打仗之后呢 遗留下了咖啡豆 所以咖啡才传入今天的一个欧洲 最早期咖啡也是非常珍贵的 当然我们刚提到不同国家的文化 喝咖啡都有不同的一个文化 那土耳其喝咖啡很特别 其实除了喝咖啡还可以算命 因为就是利用里面的咖啡渣 当你喝完的时候 喝咖啡也不能全部喝完 因为我们刚提到 土耳其咖啡是需要沉淀的 慢慢的喝 喝到最后 你会发现沉淀都是咖啡渣 如果你全部要把它喝完 你一样吃了满嘴的咖啡渣 跟这样子一个感觉 吃土的感觉 所以剩下差不多五分之一 这就咖啡渣 倒扣在咖啡盘上面 静待一分钟 那咖啡渣呢 就会停留在这个咖啡盘里面 形成不同的图案 传统的土耳其咖啡店 它其实就会根据这图案 通常会请詹卜斯 来帮客人算今天的一个理解 所以来土耳其喝咖啡 不单单喝一杯咖啡 其实还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兴起 不同的一个趣味性在里面 而且老师在书中里面有提到 非物质的遗产当中 土耳其的咖啡文化 还有维也纳的咖啡文化 都名列前茅 但是土耳其跟维也纳 都不产咖啡豆 所以我们提到的就是它喝咖啡的形式 反而让它产生了非常特殊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被列为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其实有文化遗产 还有包括自然遗产 复合遗产 那像维也纳的咖啡文化 土耳其的咖啡文化 它其实是被列在非物质遗产 其实也就是举番跟我们的食衣柱形相关 比较接地气 那当然呢 刚刚提到的世界各地 现在到处都喝咖啡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都是什么 我们讲说这个连锁咖啡 喝的习惯呢 品味差不多 而在土耳其 甚至在维也纳 你会发现最早传入欧洲 就是在维也纳这个地方 所以维也纳的咖啡馆 不单单只是喝咖啡 所以大家有听过一句广告 我不在咖啡馆 就是在往咖啡馆的路上 为什么当年很多这个文人雅士 特别喜欢在咖啡馆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形态 在这边呢 评论实证 变成一个艺文交流的一个沙龙 所以它反映出的不是咖啡这个东西 因为咖啡 当然我刚提到原产地 并不是在土耳其也不在的维也纳 可是它反映出当地人利用这个咖啡 而产生出的另外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把它让它被裂毒 所谓的非物质遗产的项目当中 是 而且到后面呢 这个土耳其咖啡 也因为政治的因素 所以被改称为希腊咖啡 其实土耳其跟希腊咖啡 都是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你去希腊 你会看到喝的叫希腊咖啡 土耳其喝的叫土耳其咖啡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里面都有渣啊 然后也都可以算命啊 那你说为什么同样的咖啡 会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因为如果各位对历史稍有了解 以前呢 在整个巴尔干半岛 还有包括今天土耳其 小雅西雅这个地方 当时统治者叫做 鄂图曼土耳其 所以今天的希腊 今天的巴尔干半岛 也是土耳其人所统治的帝国范围 可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 在西方列强的际语 还有包括从中煽动过程 希腊是第一个脱离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统治 独立的一个国家 那当然后续呢 就陆陆续续的国家 脱离鄂图曼土耳其 那土耳其呢 其实也对希腊 可以看到有特殊的一种情怀在里面 因为以前希腊人 希腊这个国家 土耳其管的 可是后来独立出来 为了区别 我们讲说这段历史 所以以前喝的土耳其咖啡 当然要改什么 改叫做希腊咖啡 所以希腊咖啡 土耳其咖啡 事实上起初同源 可是因为政治上面 不同时期统治者的关系 而有了不同的名称 对 所以换汤不换药 同样都是咖啡 是苦是甜 要喝下去才可以心知肚明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饮食文化 当然长眠生活 我们也知道娱乐很重要 老师里面有提到一个 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这算是一种表演形式嘛 就是这个韩国抒情民歌 没有IDOL的韩流 现在啊 我们都会有一个ICON 或者是一个IDOL的指标 可是过去呢 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可是它却带来了 这个文化民族 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想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介绍 对 其实韩国 我们一般讲 它是一个族群的概念 因为全世界没有像北韩 南韩这两个国家这么特别 它基本上有单一民族组成 因为看到像美国 像台湾 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不管北韩 南韩 朝鲜族就占了大部分 虽然现在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 可是你会发现 他们在民族性 或是民族情感族群 语言上面 其实都有很大相似的地方 所以当然呢 造成民族性非常强烈的 这样子的概念 每次我们跟韩国比赛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那种民族团结性 是特别特别的强 对于自己民族的意识 也特别强 所以在这边当然就产生 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的 叫做阿里郎文化 阿里郎不单单是一首歌 它其实也是衍生出 他们的一种所谓的歌谣 也是团结北韩南韩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可是呢 刚刚提到的没有idol的韩流 在南韩你看到什么少女时代啊 很多这种所谓的韩流明星 可是在北韩呢 其实也有 可是呢 在这边你会发现 多半都是为政治宣传跟服务 那我在书中提到的 这一个叫做阿里郎的表演 那这个表演呢 其实也不是每年去北韩 观光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 因为它每次都要动员超过十万人 包括后面的一个翻纸幕的 纸牌的 还有包括场中的一个表演 那事实上呢也呈现了这个国家 想要跟大家宣传的一个内容 不外乎就是 我们北韩多么不强 多么的强盛 面对外来帝国主义的一个侵扰 我们是如何勇敢的一个抵抗 所以通常都是在什么 我们讲国家重要庆典 比如说我在2013年 看的这个阿里郎表演 他就是为了庆祝韩战结束60周年 或者是北韩劳动党 创党国家生日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呢 要去北韩参观旅游 你必须要事先了解一下 当年去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这样子 一个阿里郎表演的演出 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所以老师有在现场看到 那个当下 你的心情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其实真的很震撼 虽然在进去之前都知道 那个是宣传 共党宣传所使用 配合那个灯光啊 音乐啊 还有包括故事整个的一个情节铺陈 说实在话 虽然进去之前有这个意识 好说这都是宣传 可是当下你会觉得 哇好想加入共产党啊 当然摇摇头还是觉得 哦还是什么 道不同 不相为谋啊 好可是当下那种激动 尤其透过这个 武道戏剧演出的方式 来团结国家民族 我觉得是有它必然的一个作用性存在 嗯 所以看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呢 在现场的渲染力是非常高的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不同的文化 来看到不一样的族群特性 那今天非常高兴 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 由时报出版的 去你的世界遗产作者 马基康老师 来跟我们做分享起来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